大家的成本增加是因为你企业需不需要借贷 我们如果说以资金来讲资金的成本就变高 人工又变贵 然后去借钱成本也变贵 我到底要不要做更多的投资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数据曝光 通货膨胀问题愈发严重 正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 企业不得不面对成本的不断上涨 利润受损苦不堪言 与此同时 消费者也感受到日常生活成本的飞涨 购买力受到挤压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下 我们都需要冷静应对 寻找应对之策 企业应该加强管理 优化生产流程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同时 积极拓展市场 寻找新的增长点 以适应经济下行的挑战 对于消费者而言 理性消费和财务规划尤为重要 我们可以选择合理的购物方式 寻找优惠和折扣 降低生活成本 同时 对于家庭财务 也可以考虑投资理财 以增加收入和应对通货膨胀 带来的冲击 面对挑战 我们不能畏惧 而是要勇敢迎接 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稳固和安全 你好 我是沈玲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天下纵横谈 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报告显示 领先经济数据在6月份 又连续下滑了0.7% Oh my God 这会被带领整个美国的经济 越来越走下坡呢 进入我们有专业的会计师 跟我们一起讨论 我相信这个经济数字 不是只有看表面而已 我们要看它后面还有很多的 所谓的元素跟重要的导引的一些方向 其实做参考之外 其实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这些 来跟你威威道来 什么样的数字呢 是我们必须重视它所带来的故事 Kevin你好 薛妮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 新的指数出来了 现在真的是人心惶惶 不知道该怎么办 警报警报来了 这个所谓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成本是不是已经开始暴涨 这个制造业是不是已经开始崩溃了呢 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什么消费者的前景好了 消费者前景是不是意味着 这个所谓的消费者应该要减少 购买大型的物品跟服务了呢 大家最担心的是不是说 这个经济下滑 然后造成衰退 但是呢 这个联准会还在暴力式的升息 其实呢 这因为他们有这么强硬的 这个鹰派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说今天呢 我们不赶快做这个暴力式的升息的时候 物价这个inflection呢 会造成更大的长久的伤害 因为他们看到过去1980年代呢 第一次没有做成功的时候 第二次呢 所花费的这所谓的成本跟代价是无比巨大的 所以说呢 这一次为什么联准会是铁了心 已经做了这个再一次的升息 在7月份又做一次升息 其实呢 他们要遏止就是物价波动 也就是说 就算经济会衰退 他认为顶多是硬着陆 但是呢现在硬着陆的风险 似乎是去除了 变成软着陆的空间越来越大 风险开始降低的时候 联准会这个铁了心的作为呢 其实也看到成效 也就是说 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物价打下来 今天我们物价已经觉得有感 已经有感觉了 我们要花更多的钱在买东西的时候 事实上消费是不是会受影响 是 但是呢 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呢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最近的观察 并没有衰退到完全不消费的状态 其实有很多好的这个讯息 我们也要去跟着一起看 不是只是要观看坏讯息 好的讯息也是一起要去了解的 那我想要知道呢 就是根据啊 这个经济指数的下滑 还有失业救济人数的增加 这是不是也在暗示着 这个我们所谓的就业的市场 是非常不济的呢 对 其实呢 我觉得在疫情的时候呢 很多人是领了很多的失业救济机 也就是说这样的情形下呢 就算有工作提供给他呢 他并不是想去工作 因为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失业的这个救济 等着他里既没有风险 又可以拿到很高的这个所谓的家用 但是在疫情之后呢 这些的福利跟补贴呢 慢慢就停止下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开始要的是 所谓的我仿后 所以说呢 这样的趋态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这个失业率提高 其实是有些是 属于自己不想去就业 那也就是说 就业市场还是有很多的工作 但是大家第一个 又要安全又要舒适 又可以在家工作的方便 又要有这个所谓的 flexibility 就是说很灵活 可以想做什么安排 更多的安排 然后呢 这个薪水还绝对不能少 因为呢 口袋比一比呢 物价越来越高 很多的时候的成本的 不敷这个所出呢 所以他们要要求更高的薪资 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薪资的成长 比这个物价成长还慢 所以说呢 有的人就开始做其他的工作 比如说有可能去做Uber啊 自己做网路的电商啊 或者自己做这个自媒体 各式各样的这个 所谓的经济的收入 可以帮助他 不一定要去就业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拉扯 但是呢 很多的中小企业组呢 面临到人工成本越来越高 但是呢 还招不到人 这才是最大的挑战 当然啦 因为企业组啊 招不到人啊 也让人家觉得 真的是现在人好难招 所以就越来越往 AI的方向走了 对不对 在AI的方向走的同时呢 大家也会想要 这个AI啊 会不会又让我们企业主的成本 也越来越高呢 每个人啊 想要在家工作 舒舒服服的工作 不要去上班的地方工作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没有办法抵打高通膨啊 这高的通膨呢 还是让我们的荷包 持续地在缩水当中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到底有没有 我们所谓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啊 当然有啊 其实呢 为什么我说联准会 他要报律师的升息 其实我们要看到 所以如果说高通膨 有好的通膨 有坏的通膨 好的通膨是呢 我们所谓的供给很多 所以造成的这个 需求也很强劲的时候呢 这也会造成通膨 就是说需求更大于供给的时候 所以当然就是水涨船高 也就造成我们东西越来越贵 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这是好的通膨 但是呢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 坏的通膨的风险 也就是为什么政府要出手一直打 因为供给这个供应链 有断缺的这个状况下 那美中的关系 或者所谓的制造的移转 造成的降低到需求的时候 但是供给还是上不来 所以这叫做可能会造成 这个所谓的经济衰退 所以今天是不是成本加高 是的 因为我们的工艺方不足 所以说大家一定是量入为出 那有什么样的收入 才会做什么样的消费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的这个商业 也受到影响是因为 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变成一个 长久性的问题 只要政府认为说 这不是经济的这个倒退 或是衰退或甚至作为停滞性的 就会变成是通缩 只要没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政府现在做这个利息高涨 打这个通货膨胀 而且是坏的 我觉得其实也见到功效 在见到功效的同时 供需还是有差别 在这个差别性的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个趋势之下 那么制造业的衰退 对于经济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 它又会如何影响到 我们所谓的供应链 如何持续的影响到我们所谓产品的价格 甚至是影响到之后2024年 美国大经济的可能性呢 今天升息最大的一个产生的一个风险 就是说大家的成本增加 是因为你企业需不需要借贷 我们如果说以资金来讲 资金的成本就变高 也就是说我是一个老板的时候 我会发现说人工又变贵 然后去借钱成本也变贵 我到底要不要做更多的产量 或者更多的投资 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呢 你看很多人现在是 全世界的热钱都回到美国 因为美国的美金又强势 相对它利息又高 什么是放在这个所谓的银行 就可以到5%的利息 那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为什么现在热钱滚滚 但是事实上呢 储蓄不能创造GDP 唯一的是我们靠消费 消费还是要产的 因为都是连锁的这个良心带动 所以说基本上 如果说在产业链 过渡时期产业链重组 是不是有更多的这个所谓的制造 包含这个所谓东南亚啦 印度啦 或甚至都到其他地区 很多像这个我们说 这个电动车 也有很多已经到这个北美地区 但是有些产业是因为成本太高 真的没有办法去做 势必以后重组之后呢 是不是会增长这个价钱的同时呢 量上升之后呢 就会抑制这个所谓的物价的平准 所以说呢 供给量越大的时候呢 我们物价再往上升的这个风景就降低 大家荷包失血的可能 就会慢慢地产生 被平衡掉的状况 所以呢 在高低起伏当中呢 找到平衡点才是最为重要的 刚才Kevin也一直提到呢 现在打的是所谓的坏通膨 坏通膨呢 要一直打一直打 打到它好起来为止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所谓的个人跟企业主 跟着政策在走的时候 政策主的方面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企业主 或是小型的个人 可以更加的安心 跟着他们往上走 而不要让我们的荷包 继续的大失血呢 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讨论 最重要的议题 其实是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经济的互相 这个所谓的平衡的作用 但是呢 主政者也就是政策的制定者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是说 他要导引一个好的资金的循环 就是说我们有这么多资金 政府要提供什么样东西 帮助企业在这个环境中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环境 也就是说他就业的成本不会太高 也不一定说羊毛出来的羊身上 但是呢 你去让企业主太多的税收 是不是这样子也是让企业主缩手不敢投资 所以说我觉得在税务政策 货币政策 这两个都要双管齐下 最低工资拉得太高的时候 中小企业其实已经被萎缩掉了 企业主起来的时候 就会创造就业率 就会创造消费能力 因为呢企业赚钱呢那员工就可以分红 员工有钱的时候可以加薪 所以这都是良性的循环 政策者要先行 然后后面呢才能够跟上来 经济衰退这个问题呢 才能够化这个危机为转机 其实啊每一个国家都是由中小企业 或者是个人而组织而成的 大的企业当然是非常大的 可是呢它里面也是有数千数百名的员工 才可以把一个企业支撑起来 如果这么说好了 美国的经济没有不太稳定 尽量不太会有下行的可能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的理财跟投资 又应该做怎么样的准备呢 Kevin 大家最担忧的就是经济衰退之后 是不是会民不聊生 那美国是不是陷入这个经济的大崩盘 反过头来其实美国都是所有经济的前导 所以说呢如果呢美国打喷嚏 是全世界好像就中感冒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对美国是相对有信心 是因为美国这个天使地利 就是它有这个所谓的资源 跟它所谓的移民好的政策 所以这样的情形下呢 它可能可以在经济复苏上 它是第一位 所以可能全世界在这个经济 在陷入泥闹的时候呢 美国反而呢可以强劲它强劲的韧性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理财投资来讲 其实美国有很多的投资的机会 因为我们刚才讲投资呢 其实呢是创造GDP最好的工具 而不是说我们是只有纯粹只有储蓄而已 因为储蓄是创造不了什么经济奇迹的 所以大家这个投资方面都可以看 美国所重视的这个产业 你看美国重视绿能 美国也重视未来这个所谓 企业平均所有的相关的能源产业之外 我觉得很多方向呢 其实大家做投资理财的时候 在出手的时候可以在很多方式呢 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所谓的平衡点 尤其呢有可能一部分是股票 一部分债券 或甚至有些是在CD里面 我觉得在不同时间做一个好的 这个所谓的投入点呢 相信大家可能会有很大的收获 虽然呢现在大时机 有可能说是坏坏的 并不是眼前可以看到这么好的前景 可是呢每一个人呢 对于大时机来说 个人的理财还有投资呢 总是会有不同的变化的 怎么去把这个不同的投资跟变化 把不同的钱放在不同的时段 放在不同的地方 来创造你最大的投资效益 这个可是你要好好去省略的咯 今天非常谢谢Kevin 来到我们的天下众文台 跟我们提到呢 其实数字上并不一定是表面的数字 数字之后的大数据 才是你真的需要考虑的地方 谢谢